王Sir去一篇 湖北省博物館梁莊王墓 湖北省博物館現在是收藏品超過24萬件 梁莊王墓收到文物是其中一個重點 湖北省中祥市長灘鎮大紅村 有一條形狀好像盆龍一樣 名為龍山坡的幽靈山脈 在這盆龍龍頭有一座古墓 2000年初到2001年年初 古墓被渡墓者三次渡掛未能成功 文物單位向國家申請搶救性挖掘或批准 2001年4月中旬到5月初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 京門市、文中祥市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挖掘 考古隊員經過勘測 墓葬室呈工自形結構分前後兩室到73平方米 面積很細設計簡單 用的料亦很粗糙 在明代青岡墓入顯得有寒酸 墓室用平衡抹准式收建 即打凍圍穴 和其他黃墓的掛坑觸穴是不同的 這個墓的特殊建造方式和勞固的專砌券頂 有效地抵擋涉拆多次渡渡 墓入面的文物得以保存 這個古墓入面都是水 考古隊連續抽十多天才將積水抽乾 大墓實後 考古隊員經過這個墓是和管蓋珍珠 出土金器、玉器、瓷器等等 一個5300多件出土文物各種傷害寶石700多粒 在已經發掘的明代親王墓入面 等級是最高的 在已經發掘的明朝十多座皇墓入面 這個規模不是最大 但除了物品豐富和精美 僅次於明十三陵入面的定陵 即萬曆皇帝的陵 發掘發現 墓寵的西門和頂門柱都不見了 專家懷疑這個墓曾經被盜掘過 後來發現這個墓是名人中朱高次 第九個兒子朱占記和繼妃魏士合作墓 魏士和梁莊無合墓 墓月之後曾經打開過 這個墓原本並不是合作設計的 治內石將墓門頂得很緊 將西線門撞破之後 移去治內石和砍碎的爛石門 撕開將皇帝的觀角移入地宮 完成合作 然後再用一線木門 代替原先的石側門封道 現場發現腐爛了木材、門釘等木門的遺跡 證實了這個推論 朱占記母仔 僅僅和夫人張氏生了兩個女兒 分別是森林郡主和寧院郡主 前任皇帝幾時去世之後 朱占記認取來自普通文神家庭的20歲魏士 梁莊皇病逝 享年30歲魏士悲痛欲絕 一度想殉葬 應總降治安婦 叫他撫育梁皇兩個小女兒 10年後 小女剛出嫁 38歲的魏士病逝 遵其為怨 將他和丈夫合作 為人張氏的墓 反而附葬在梁莊皇墓旁邊幾百米 人稱梁梁墓 不能夠和丈夫同月 歷史上記載 在長江中游的湖北地區 明代凡皇 用了12個系 44個皇 梁莊皇 朱占記 生於永樂9年 即1411年 永樂22年 即1424年 被擦封為梁皇 封地在湖廣安六州 即今日的中場市 明仁宗在1425年去世 的長子之簽姬繼繼位 視為宣宗 梁皇深就宣宗喜愛 分風給次 往往比其他兄弟豐厚的 他曾經下令規定 朱弟的蓮蓬 每人均是五萬貫 而九弟梁皇則是十萬貫 梁莊皇一身 哈月明的永樂 洪熙孫德正統四朝 處於明代開機創業 守成興旺時期 著名的南都筆籤 鄭和七下西洋 永宣盛世 都在這時期發生的 梁莊皇帽出土的玉器 帶有明代的早期特色 還有不少仙旗玉器 元朝君主所戴的帽 頂部雙有寶石 現在只發現了七件 其中六件都在梁莊皇帽出土 金箱玉龍帽頂兩件 金箱寶石帽頂四件 史料記載 朱弟五次親征蒙古 君大獲全勝 元朝君主所戴的帽頂 可能就是那一陣 明朝皇族征戰的戰利品 其中一個金箱寶石帽頂 高7.5厘米直徑4.8厘米 由五重反黃金質地蓮花底座 橄欖形模式藍寶石頂色組成 金蓮花底座現存寶石10粒 座頂端雙有一粒大約200卡拉 橄欖形模式藍寶石 是現在考古發現最大的藍寶石 明代文獻曾經多次提到 鄭和在西洋 採買紅寶石 貓眼石 祖母錄這些珠寶 一兩祖母錄 當時可以兌黃金四百兩 可以見到貴重程度 木耳出土的四大名貴寶石 紅寶石 藍寶石 祖母錄 金綠寶石 產地來自東南亞 經過整理文物和解讀文字 確認是鄭和下西洋所帶回來的珠寶 明朝親王婚禮 朝廷有賞賜定親禮金 金頂五十兩制度 梁莊王墓裏面有兩塊金錠 貶體、胡端、蓄腰 正面著有冥文 背面是掃面 是鄭和寶船用所買的一批黃金 回程圖中製作的 是現在唯一有冥文的記載 和鄭和下西洋有關的文物 這件由鄭和帶回來 主角複裏的金錠 可能是朝廷賞事給梁莊王 墓裏面有兩枚金錠 可能和梁莊王有兩次婚姻 和母男性繼承人有關 墓裏面出土的 戴蓋金執湖、金鳳簽 陷寶金鳳冠、金佛像 這些金器 都可以叫做重量級寶物 明朝初年社會身近等級 分得很嚴格 一般百姓的酒食器皿 只能用陶瓷、銀、石的製品 不能用金器 有皇宮貴族和高級官員 才可以用黃金器名 二品以上官員可以用金酒駐 五品以上官員才可以用金酒斬 梁莊王冒出土肉器一共23件 繼入肉貝的串式數目一共2599件 按照明朝夾帶使用規定 帝后禮服、一品官員朝服腰帶 才可以用陸制 一般都是12件腰帶 梁莊王冒與繼妃魏士合葬 腰帶多達13條 徐葬的金肉腰帶數量超過皇帝 肉料是來自新疆的和田 肉質有白玉、清白玉、清玉 迫玉多種 不少肉器是明代肉器裏的佳作 其中還有寮金元士道的作品 墓入出土的眾多金銀珠寶 變證了梁莊王和繼妃魏士的妻美婚姻 王妃封策極少除了在墓入面 墓入面的銀流金封策 是第一件親王妃封策的實物 由兩塊等大長方形流金銀板構合而成 每塊長23厘米 寬9.1厘米 厚0.4厘米 重1839年白赫 板入面諸有策文88個字 兩組金枝玉葉組杯 由49件玉色組成 將眾多有吉祥寓意的飾物歸為一體 四隻玉土象徵長壽 寓意福壽平安 象徵瓜屬帝羅 兩條玉魚象徵富貴有餘 馬路製成的石榴有四個 象徵多仔多福 兩個馬路鴛鴦 預熱百年和尾 各類金首飾球杯飾有78件 包括鑽、猜、前臂、竹、戒指、鑽式等等 大多出自後室王妃的棺和箱口入面 屬於梁莊王妃的飾物 女主頭面組合有25件 包括金鳳猜、金花鑽、金淚絲雙寶陷肉鑽 金箱補鑽和金鑽等等 鑽手形態多樣 鑽身長短不一多數是成對的 以鑽尾筹方向可以分為直插式、平插式和倒插式 前臂金由金帶條前曉十二圈而成 是女性使用的飾物 一個兩件 在明代親王墓葬入面發現 尚屬首例 青花搖台賞月圓池中 青花農民池中 是皇妃日用的器皿 培葬品入面有不少象徵夫妻和睦的物件 例如青玉女胸、何葉、鴛鴦配 象徵年生季子的慈何童子 綠松石執相何童子配 童子伸穿結衣 雙手拿著兩種何葉的瓶 置於左肩上 關垂至於頸後 何葉貼在背部 赤竹好像行走一樣 外框是同流金 各箱十四粒寶石 內框雙後清白玉 後雕截之勵志 梁莊王墓出大量珍貴寶物 專家推測 可能是梁莊王受了兄弟口愛 皇帝女友賞賜 她和魏妃又沒有紙字 大量寶物 沒有人繼承 除了在墓入面 成為一座金堆肉砌的寶庫 湖北省博物館 地址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東湖路160號 開放時間 星期二到星期日 上午九點到旁晚五點 下午四點之後就停止入管了 我會兒 amaan 師父 談花 他 是 解放 雖gesch 我們 這